林志斬 郭再卿 楊志強 李文俊 黃怡品 黃立昭 林士傑 李正果 高梅縣均無罪 無罪理由簡單說明如下 第一點 依邱莉莉 林志斬 郭再卿等人知通話內容 儘可知悉邱莉莉與郭再卿閒聊 展現將來參選的決心 郭再卿與林志斬討論相關的情資傳言 邱莉莉提醒林志斬物相媒體透露 民國配置政黨可能性等內容 依檢察官所舉證據 不足證明邱莉莉等人有賄賂及恐嚇的謀意 第二點 關於行賄方一封部分 郭再卿與楊志強之通話內容均未曾提及 要對哪些示意源以何種方式行賄 顯見郭再卿上開言語謹慶選舉期間 閒聊探詢選情之消遣場面化 而且依據正能方一封的證詞 反覆且矛盾 因此無法依據正能方一封具瑕疵的證詞 作為有罪的依據 第三點 李政國高媒先部分 在111年12月21日會面之前 李政國在20號已經確定支持 李文俊與邱莉莉搭配合作競選 縱使在20日晚間發生李政國招不祥人士比七的恐嚇事件 也沒有改變態度 因此並非如起訴書所指說 因為所謂的A保證、B折扣、C經費以及D薪資給予等 欠缺具體明確的事項而影響其投票意願 因此無法認為這部分有何對價關係 第四點 關於妨害方一封的部分 正能方一封的證詞前後矛盾 而且依據他在本院的證述 其聽聞林氏姐的話語之後並未心生恐懼 因此無法認定說這是一個恐嚇的言語 再者依照圈內的證據 也沒有客觀的積極證據證明 邱莉莉等人有何犯意聯絡 因此無法僅憑正能方一封的單一指數而為不立之認定 以上